鴻海進軍電動車 車概股要大爆發了嗎 鴻海電動車五虎將告訴你怎麼做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財經急診室 我是謙涵 今天邀請到彎頭國際 魏明瑜分析師老師好 謙涵好 各位同學大家好 鴻家軍最近的攻勢再起 原因就是因為鴻海 他要進軍電動車市場 搶食電動車的大扁 那相關的操作 我們可以怎麼看呢老師 我想以近期 相關這個鴻家軍的 股價的表現狀況 都是相當不錯 我想就是說針對鴻家軍 個股的部分 屢創新高 重點是針對這個波段 各位針對這個鴻家軍 相關個股 你要如何來做個操作 畢竟我想針對就是說 在近期 包括像鴻海跟育榮 核資 這家新的一家公司 鴻華先進 相對 進進到相關的電動車市場 畢竟他們這個合資公司 針對在後續5年之內 他要拿下包括電動車軟硬體的平台 甚至包括電動車的一些關鍵的零組件 要把這個市占率拉高到這個10% 那相對於我想 整個一個電動車市場 預計到10年 2030年之後 電動車市場的一個 他的一個整體的一個量 會上看到這個2200萬量 那當然的話 對一些相關這些關鍵 電動車零組件的一些相關的 一些這個廠商 都會有一個直接受惠的一個效果 那畢竟針對近期 除了鴻海跟玉龍 就是說汽車廠 來做個合作以外 那另外包括 就是說相對 因為電動車的一些關鍵零組件 用到很多的一些被動岩線 那當然的話 這個針對國內 被動岩線的龍頭 2327的國具的部分 鴻海也跟他做到這樣正式的結盟 那當然的話 原來的一個 就是說針對鴻家軍 相關這些廠商 運用到這個被動岩線 國具集團的一些相關 他的百分比也不夠才2% 後續會拉高到這個 快接近10%的一個實際上結果 當然的話 也會對於一個整個國具集團 這相關這個被動岩線 一些族群個股 都會有一個直接的受惠的效果 那後續 這個針對鴻海跟這個國具 他的一個合作 會從這個第三季開始 那掀起的話 會針對一些 包括像健康電動車 這兩個區塊 來做一個大力的一個配合 那相對於我想 就有一個鴻家軍 各位如何來做一個操作 畢竟在近期 相關這些個股 都已經陸陸續續 一檔一檔 就形成一個叫輪功的一個態勢 那包括他的龍頭 就是2327這個鴻海的部分 在前天指數 他各個股價創高來到90塊半 90塊半創高之後 也做個馬上的折返 當然各位都知道 就受到本土確診案例的干擾因素 等於說創高之後馬上做個折返 包括昨天 甚至包括今天 都還在做持續性上工 針對我想整體的買賣點訊號 等於說在前天 他那個高點產生賣訊 也請各位先賣一趟 那後續我想 這個鴻海的一個部分 後續隨即 他那個新坡的一個買點 都會做到讓出現 那等於說你還沒賣的話 你都可以做個續報 那還沒有去做切入的投資派門 你依然都可以來做到讓留意 他這個波段 新坡攻擊展開的這個買點 鴻海的部分 那另外包括相關 就是說針對做這個強化玻璃的 這個宏家軍當中的這個3149的政打 政打今天剛剛好產生這個買訊 我想股價也經過很長時間整理的一個後續 買訊引到今天立馬就鎖住 公道掌勵滿鎖住 那另外包括就是說做這個 這個他的一個相關模具的這個 以剩的一個部分 包括他是已經從這個禮拜一 已經產生這一個波段 經過整理之後的一個買點 賣點一產生一個後續 前天他拉到漲停 昨天大概漲了4%多 延續到今天又已經逼近到漲停 那相對我想這些已經發動了一些個股 一樣請各位您如果說密切 follow住他的一個相關買賣點 這個訊號的一個實際上結果 我想這連續三天的一個大漲 各位你依然都可以輕鬆去賺得到 另外包括就是說這個電動車55像其他 包括像這個做相關一些封測的 這個洪家軍的6451的 像訊息的一個部分 我想到昨天他也產生這個波段的一個買點 畢竟他股價在前一個波段已經修正 滿長一段時間 那當然的話近期各位你都可以特別留意 股價經過整理 配合這個訊號產生的一些個股 來說大家都買進 昨天買點一到今天就做一個放量的一個上工 那另外包括做這個電池模組的這個 像這個6121的像新浦 一樣也是電動車55像當中 那當然的話 比如說他前一個波段產生賣點 你高檔先賣一趟 那後續我們現在形成的拉回修正 那拉回修正我想現階段 這個波段新波的買點又即將做一個產生 一樣請各位可以密切來做個留意 那這相關這個包括就是面板的一個部分 就是說以這個3481這個群創的一個部分 等於說他在昨天才產生這個波段 因為股價畢竟短期上也漲滿多 從不到10塊錢來漲到這個 快接近5成 漲到14塊7產生賣訊 那等於說針對面板的這個群創 各位你就耐心等一下 後續等他修正完成之後 你要買再來買 相關持有者 你不妨先高檔先賣一趟 那另外包括像變動元件像這個國巨 我想國巨他在今天才產生 他的這個波段的新波買點 在502塊錢 那各位你也都可以留意 還沒有上車的話留意做個上車 那另外包括做電容 這個像這個凱美的部分 今天盤裝一度也供到漲200萬 這都是配合這個訊號的產生 那針對相關紅家軍 到底還有哪一些個股 剛剛好起漲的一個買訊做個產生 那歐老師我們在今天一樣會送給各位一檔 這個七張股的這個小禮物 那一樣請各位你都可以直接加入 歐老師我們的這個Telegram 我們在下午直接分享給各位 是謝謝歐老師 對於鴻海電動車的相關分析與觀察 那想要知道更多消息 歡迎加入老師Liant跟Telegram 才能解釋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